繼續來說 世界十二強的棒球賽 這是優勞我們的棒球 是不是可以參加 東京俄文的重要比賽 昂暗六點半 在台中 就有很多棒球場開始來比 中華隊的第一戰 是跟波多尼哥來拚戰 中華隊派出的善發的道手 是離美的好手 鋼蕭慶 宗教連紅營中說 這鋼蕭慶是目前 救贖最快的道手 只要保持穩定 應該可以來合適到對方的搭訕 日空一球世界十二強 彼此的彼此的彼此 昂暗六點半開始 中華隊頭前對波多尼哥 這是兩隊第一次高手 第一點一樣是台中集積球場 開賽了以後 大家就是彈結一條心 大家一起努力往前衝這樣 彼此的結果有關 日空日空很驚慌的參賽 主席中華隊有不少的壓力 先來投手是離美高手鋼蕭慶 彼此中說他目前是中華隊 繼續最快的倒手 面對中南米酒的救隊沒問題 控球這一環不要有太大問題的話 我想以他來面對波多尼哥 應該是可以應付 要有主抱自己的王伯宜 發言說這種專有名詞 應該我們也不會講啊 大家溝通有一些誤會吧 所以沒什麼大礙 中華隊切勾到切勢 三天分配對見波多尼哥 尾內瑞拉到日本隊 同組在比賽就要正宿 分組成名 照機會盡禁 分組成功 分組成功